如果你不想见她 我就把她轰走 不 我要见她 我陪你去 没事 哥哥 有些事我想单独问她 那有事你记得叫我 嗯 我走到门口 看见迎面而来的顾兰芝 顾兰芝温柔地想触碰我 可我本能向后退了一步 因为此刻的我 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她 小姑娘对不起 是我唐突了 顾 顾 顾先生 叫我兰芝即可 顾 顾兰芝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真相 嗯 在我和顾婷真结婚以后 你是不是在我身边出现过 出现过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难道你就是为了看我笑话 我从未看你笑话 我本以为作为廷辰的影子 陪着你 是为了让你 幸福 我不想见到你 也不想见到顾廷辰 她明明知道我认错了人 却不纠正我 她明明知道我一直等的人是她 可她却从未给过我解释 她是温柔 但她 也冷酷残忍 小姑娘 我有话告诉你 我会一直等着你出来 顾兰芝 别再打扰我妹妹 替我转告小姑娘 她不出来 我便不走 顾兰芝没有离开 她一动不动地守在门口 我心乱如麻 为了逃避顾兰芝 让自己静一静 我瞒着楚行偷偷从后门打车离开 离开前 我给楚行留了纸条 楚行哥哥 我不想见到顾兰芝 我想出去透透气 勿挂念 我看了阴沉沉的天 最终在一家民宿下车 我准备进民宿时 别动 我哪会听她的 趁她不注意的时候 咬了她的手掌 再乱动我就把你敲晕 我不敢再乱动 规矩地被她束缚着 男人看到我的脸 你 你住这儿 带我进去 男人松开了我 下一个瞬间 她的身体软在我身上 我偏过头 看她满脸血迹斑斑 似乎 刚经历了一场炼狱 要不要送你去医院 不必 他们会找到我的 男人问我要了布料 就直接脱下身上的衣服 简单地爆炸 似乎都不担忧感染 她的脸庞上都是血迹 我看不太清模样 她身材比例完美 不过身上的疤痕也不少 似乎还有枪动 这时 门外突然响起敲门声 男人用一双警惕 冰冷的眼眸看着我 可能是外卖 我起身要去开门 她起身跟着我 站在了门后面 似乎 很怕人发现她的存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